明艳浓眼妆 前段时间我不是去领那个奖吗 要做红毯的那种 我当时那个妆那个造型 我给你们看官方视频 这个妆的效果简直了 一下子就把我这种寡淡的淡眼脸 变成了高级贵气浓眼脸 那今天我们就从妆容造型全范围来教给你们 怎么样把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变身惊艳四座的女明星 这种场合 美瞳一定要在你们手上直径最大 显得眼睛最亮的 想要话说这种第一眼美女的浓眼妆 底妆一定要干净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夹刺皮 因为这种妆容的重点就在于 要强化五官骨骼的立体度 底妆这张白纸干净了 才能和后面五官的对比度拉开 我们用遮瑕液去只遮在有瑕疵的地方 用气垫粉铺拍开 一块一块的去遮 避免它干掉 都硬遮完遮眼下 瑕疵和黑眼圈遮住的时候 改善了我们面部的干净度 但是平整度和流畅度还需要做一个事情 不知道自己的脸哪里不平整的 把灯关上打开手电筒 先放在这半面脸的上面可以明显的看出 我的法令纹凹陷 还有我的脸颊凹陷 特别显老 保持这个光线 把高光膏放在最凹陷阴影最深的地方 开灯把高光膏尤其是边缘拍均匀 油皮先喷定妆喷雾 再用散粉去定妆 定妆喷雾喷在前面还可以融合粉底液和遮瑕 但是最后出来的这个妆效都是哑光的 眼窝三角区这里也一定要扫修容 眼窝三角区大概就在这一块位置 然后带到鼻梁鼻头 然后这个鼻子和眼窝这一块修完了之后 面部的纵深一下就出来了 眉毛的第一笔我们落在中间的这块位置 这也是眉毛最深的地方 拿出手机打光放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眉毛的中间 其实这个地方它是眼眶的外圆线 当这一块的阴影越深 就会显得眉眼这一块更有立体感 眉毛算我一样比较淡的 可以在眉头补充一些毛流感 眼妆的重点就是要加强眼部轮廓 加长加大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淡眼 先用一个这种大地色偏一点豆沙粉 上在眼皮上显得很有气色 卧蚕一定要化 它可以从结构上放大眼睛 但是又没有那种妆感 再用一个深一点的眼影 加深上下眼皮 下眼影的部分要着重加深睫毛根部 还有眼头内眼瞼的部分 要打到一种开眼角的效果 亮片一定不能少啊 同志们 然后有一个地方也要打 就是眼窝的这里有个C字形 打上了之后会让眼窝的结构更明显 我们还要用这种比较大颗的液体亮片 更小范围的点涂 这样子你眼妆上的亮片是有层次感的 那粉质亮片和液体亮片 分别应该铺在哪个区域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眼妆一定要贴假睫毛 假睫毛我们用这种单促的 贴的时候呢 要比我们平时贴的要更紧密一点 显得眼睛更深邃有神 贴完之后用睫毛打底刷一下稍微 再用这种睫毛夹去夹一下真假睫毛 这样子可以混合的更自然 不会分层 好 现在这边眼睛已经完妆了 你们看这个放大效果 你看这边的眼妆是3D的 这边是2D的 在口红颜色的选择上呢 一定要选择高饱和的 嘴巴的边缘呢 不要太虚化 边界拾了之后 对比度能拉得更强一点 并且这种场合会显得正视野 我现在可真美啊 最后还有还有 用这种眼线刷啊 沾取亮片或者是高光 点在鼻头上 小翘鼻直接拔到面部立体度 你们再看一下我那个视频 红毯上面那个光照到我鼻子上的高光 好好看 穿这种衣服素颜霜 千万不要问你擦 好吗 一定要白到发光 天哪 忘了一个重要的步骤 在锁骨上面抹高光 你们要是露肩膀露锁骨的话 千万一定要抹 你们看我那天在红毯上 那个肩膀上的那个高光 怎么抹得好看 我跟你说直接用手抹 还有这两个点点 肩膀头头 好 其他多的地方不要抹了 会显得油 视频上面搭配礼服 适合选这种设计简单 但是大而闪的款式 那种太小太细的啊 撑不住礼服的厚重感 好了 看完今天这个视频 你们一定会在年底 温柔桃花妆 你们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脸上会有些男向的特征 脸型外轮廓棱角分明 鼻子偏大 人中长 嘴唇薄 那如果想要化这种 柔美溢碎感妆容 重点就是 妆面所有的地方 都要有形无边 色彩上面需要增加一些 这种女性的自然气血感 完美调整你的男向特征 体现女性的柔美感 底妆就按照我们平时正常化 注意要雾面哑光 提高整个脸部的平整度 眉毛为了增强温柔感 用眉粉来画一个毛绒感的眉毛 眉毛照这种弯弯的 不要有明显的眉峰 用眉粉画完眉型之后 再用这种削得很薄很尖的眉笔 在眉头画出一些毛感 对眉粉有一些照顾不到的地方 用眉笔去进行查落骨缺 今天这个妆 所有的地方 不管是眉毛眼睛还是嘴巴 都不能有实的线条 都是要那种朦胧感 虚虚的 这是变柔美的关键 你们看我的鼻子 在我脸上的面积 尤其是跟嘴巴相比 是比较大的 所以会有一点难向 那这个妆呢 我们就是要把鼻头画小一点 鼻梁的这个骨头画窄一点 变柔美变精致 一个重点就是要视觉转移 去增加眉眼唇的比例 所以重点来了 眼妆 其实大多数亚洲人都比较适合 低饱和色系的眼影 不要有太强的色彩感 可以修饰我们的轮廓 今天眼影动之类盘 说到这盘 有点小骄傲 这次我配的盘 这盘它就是又日常 又温柔 又不失高级感 不愧是天之心血 先用这个打底色 大面积平铺上下眼皮 可以非常好的增强气色感 再用这个棕色 渐变平铺上下眼皮 比刚才打底色的范围小一点 接下来用手指沾这个亮闪银灰色 这个银灰色特别高级 从睫毛根部向上晕 范围不要超过双眼皮褶皱 它比起那种大地色 会更像眼睛本身的阴影色 所以就可以无形加深眼睛的立体度 又会有一种仙气感 再用这个亮片色 这个亮片色也是一绝 点涂在眼睛的正中间 还有我们的卧餐高光上 哇 这个亮片我爱了 睫毛我们就正常刷 要注意的是 睫毛不要刷得太过浓密 要弄出这种稀疏而又卷翘 有空气感 详细的睫毛教程可以区盘前两期 如果你们和我一样 睫毛刷上去了之后 睫毛下面的肉露得比较多 而且比较遮瞳 那就花一点点的内眼线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情况就不用花 因为我们这个妆就是要清透自然 就像这样有一点的美瞳线就好 不要有明显的眼线感 这个妆很重要的一个腮红来了 还是这个盘 这次腮红的面积要打的大一点 眼下到眉宫骨 这一个c字型都要打上 鼻头鼻梁这里 太阳穴也带一下 额头两侧下巴都大一点 结构图给你们看一下需要不腮红的位置 腮红打上去 整个人的氛围就是心动的感觉 下面嘴巴 现在这个嘴你看到是非常干瘪的 看上去就是让人没有什么想亲的欲望 口红我涂的是豆沙粉紫色 要选一个跟自己本身的唇色比较接近 但是饱和度又再稍微高一点 能够提气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薄涂在嘴巴上再叠加一层亮油 让它有玻璃唇的感觉 冬日雪花妆 今天教给你们如何通过改变日常妆容的色调 再加些小心机 就可以把节日和氛围感通通安排明白 这个冬天谁画谁好看 好底妆和眉毛我已经画好了 就和平时一样画 眼影这个妆就不要用大地色了 今天的整体妆面都是那种偏节日氛围的紫红色调 先用这种有膨胀效果的浅紫色给眼皮打底 体亮眼部也可以让我有点凹陷的眼窝 看上去更饱满一些 再找个这种深一点的紫雕红色 加深眼尾和睫毛根部 如果你不喜欢这么红 可以混一点棕色 更小范围的加深眼尾和睫毛根部 让眼影更有层次感 下眼影也要画 第一笔在黑眼珠的下面勾一个弧线 在睫毛根部再往下一点 这样显得眼睛大一些 然后往前往后晕染 再用一个这种紫雕的高光 打在卧蚕 眼头 眼窝 眼皮中间 再用一个这种闪片 更小范围的放在刚才同样的位置 睫毛我们就是正常的夹和刷睫毛打底 但是睫毛膏我们就不要用黑色了 用这种粉色的 黑色的眼神笔画内眼线 外眼线用这种酒红色会更有氛围感 再贴几根这种一簇一簇的假睫毛 再用红色睫毛膏刷一下 然后用这种大闪片 把它平铺在眼尾三角区这个位置 把这个小三角区铺满的 这种细一点的液体亮片 我们把它扫在睫毛上 这个扫操作 下睫毛也来一点 腮红比我们平时打得重一点就好了 方法是一样的 最后非常重要的口红 一定要选这种冷调红色 我今天托的是一个纯泥 它是雾面雅刚的质地 这真的是一个白皮黄皮灰皮橄榄皮 都显白的颜色 妈呀这个颜色太好看了吧 注意表情 就是秒变白雪公主的极视感 天黑了我打了一个光 可能会有眼不一样 但只会比刚才更加美丽 那如果你们不想太夸张的话 现在这个妆就可以出门了 是偏日常的 但是如果你们还嫌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脸上加点东西 画一点小雪花 在大雪花旁边再点一些小点点小雪花 如果你们不会画这种雪花 就像这样点点不规则的小点也可以 这个嘴巴也可以来点亮晶晶的